美國官員表示,19名消防隊員星期日在阿里桑拿州撲救山火時死亡 美國臨業消防隊員協會在他們的念書網頁上證實消防隊員死亡的消息 阿里桑拿州臨業官員莫里森對美國有線新聞網說,這些消防員都是最傑出的 他表示,看上來這些消防隊員當時被山火包圍,其他消防隊員趕到時已經是順席 目前向非洲訪問的美國總統奧巴馬星期一清晨就發表聲明說,這些消防隊員都是英雄 奧巴馬表示,他跟夫人米歇爾以及全體美國人民一起,為問這些勇敢的消防隊員 以及所有被這場可怕的災難奪去生命的人的家屬,並且為他們祈禱 自從上星期五以來,這場發至距離菲力克斯西北大約130公里的小鎮 阿內爾的山火蔓延速度很快 www.info mo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